连续三个大招顺秒五个人 终极摸点最离谱玩法 当莉莉亚拿到死哥大招 三个拳头大招毁灭一切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玩法的原理 那就是终极摸点 随机到的大招被判定为正常技能 命中对手以后 可以正确地出发携带着本身的被动 比如莉莉亚操作了寒冰大招 然后命中对手以后 对手身上就会有莉莉亚自己的灼烧被动 此时莉莉亚使用大招 就能直接让对手下入沉睡 因此离谱的玩法就来了 那就是拿到死哥的大招 在延长完死哥大招以后 对面五个人都会被标记 此时莉莉亚使用自己大招 就能直接沉睡五个人 而利用这个属性 咱们就打出一个出其不一 不需要露面就能发起干渴 强度非常离谱 而最离谱的 还在拿大乱巴菲以后 先让人开一个死哥大招 然后接上莉莉亚自己的大招 之后再来一个死哥大招 这三个拳头型的大招下去 对面的脆皮就已经被莉莉亚一个人秒完了 一子出装的话 也是怎么暴力怎么来 推荐出装 残忆 影验 帽子 法穿杖 风暴狂游